大家好,我是千锋杰哥 那下面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Python基础涉及到的内容 我们Python基础主要包含四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是课程的适用人群 第二部分是课程相关的核心内容 第三部分是课程相关的一些案例 然后最后一部分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学习能够掌握哪些专业知识 那首先来看一下课程的适用人群 我们的课程适合于零基础的各个人群 比如说在校的大学生 比如说已经在公司上班的办公组 再比如说我们已经从事数据相关的一些数据分析师的岗位都可以 那我们课程的特色是讲究的是深入浅出 快速入门 强化训练 以及大量这种实战案例 那第二部分就是我们课程所涉及到的一些核心内容 比如我们分成了下边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Python的基础语法 环境的安装 Python数据类型的一个分类 以及每种数据类型常用的一些函数操作功能以及案例 第三部分是我们的分支结构 循环和函数 函数的使用等 这是Python的基础语法 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面向对象 面向对象和面向过程的一个区别 面向对象的三大特点 封装 继承 多态 最后一部分是Python办公自动化 通过Python去操作我们的Excel文件 Word文件 PDF文件 和PPT文件 提高我们办公的效率 那第三部分呢 就涉及到我们课程相关的一些案例 比如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告诉大家如何去安装我们的Python环境 这是整个的一个过程 那第二部分呢 这个就是我们通过循环 实现的一个99乘法表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呢 是我们函数的一个案例 这个是我们面向对象里边继承的一些案例 那这个是我们Python办公自动化 通过Python呢 去读取我们的Excel文件 或者像Excel文件当中去写入内容 生成可视化图表等 都是我们的一个相应的案例 那最后一部分呢 通过我们专业的这个学习 能够掌握哪些专业知识呢 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 来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讲解 比如我们会通过Python环境的一个安装 了解我们的环境面量 了解我们的环境 整个运行的一个过程 然后通过Python基础语法 我们可以扩展到其他的编程语言 包括我们的分支结构和循环 在其他语言里边呢 也是适用的 那函数的定义和使用 在其他语言里边 也是涉及到这些内容 在比如明天阶段思想 以及我们办公宗文化 相关的一些知识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上述所有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一个观看